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顆 熟悉的旋律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在教室裡傳唱 仔細一看整個合唱團成員不只有大學生 還有退休的長輩們 大家各司其職扮演不同聲部 挑戰阿卡貝拉 因為我看到年輕人他們充滿了活力 這個是我沒有的 那他們跟他們接觸以後 產生了我的動力 那我有一點期待就是這個能夠延續 就是唱歌這種東西 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唱得不好聽 就不敢唱 可是就是大哥大姐他們 他們就是老師說什麼就唱 然後就算唱不好 他們還是會努力的去學 就是不會害怕這樣 所以我覺得有他們 反而我們學的會比較快 有的時候會碰到一些 不喜歡跟老人家相處的 但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是非常友善 阿卡貝拉是無伴奏的合唱形式 靠人聲模擬打擊及Bass低音 掌握節奏 再由主旋律及和聲演繹歌曲 需要較高的演唱技術才能合力完成 大同健康服務中心邀請社區長輩 和大同大學的學生 一起加入八堂課的培訓計畫 從發聲練習到成果展現 培養世代間的默契 阿卡貝拉相對有點難 但又比較簡單 就是它是一群人可以聚在一起合唱 那我覺得對於長輩來說 會是一個蠻難得的體驗 可以這麼多人同時一起唱歌 然後去挑戰唱不同的聲部 大家彼此在唱主唱的時候 每個人聽感上是有出來的 所以其實在一個我要換你唱主唱 OK 然後現在又換我唱Baking 這個過程中 其實就是互相配合跟合作的一個過程 運用歌唱的方式 幫助長者記憶力訓練 口腔吞咽功能訓練 強化肺部功能 達到延緩老化及預防失能的目的 音樂有助於抒發情感 透過學習豐富生活經驗 讓長輩們可以增加活動量 對年輕朋友來說 同樣能夠主動關懷彼此互助合作 營造友善社區環境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